四分之一放在干净的纸袋 口罩请正确使用 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您现在收看的是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 今天因为的姻缘合合了 能跟大家聚在一堂学学佛 这个姻缘也是很难得的 我们这里变得叫生命 这个生命在每一般的看来 一段生了一段死了一段生了一段死 好像是相续的 但是我们学佛的道友们 从法性来看 法性离体 没有这个断面性 永远入世 也没有相续性 但是这也是建立在我们随缘的关系上 因为在我们佛教总说起来 四个字就解决了 三正十二波 很多经论 四个字就解决了 什么呢 心空缘起 一切住法都是因缘生的 因缘生的法 不是常缘 断断续续 有缘就生 无缘就灭 但是性不同 性是永远的 没有生灭的 因为这么每个道友们 人人平等 跟三世诸佛都是平等的 但是缘不同 这叫缘起法 每一件事物 因缘成熟了 自然而聚 看着好像当时临时的 这么个缘吧 不是的 无量节来就有这么个缘 只是它成熟的时候 跟它不成的时候 有所区别 那么现在呢 因为海淘法说的 要我跟大家讲讲 修行 这个问题名字 好像是很简单 很简单 那么大家每天哪天 回这四宗弟子 又或三又或一 必修必修你 哪天不在修行呢 你入了三宝之后 入到三宝门后 如果你能够会心关照 包括你吃饭穿衣 都在修行当中 就是你心 你怎么样用 那寡奖从修行 从现象上来讲 从源起上来讲 就是因为我们以前 没有修 没修什么呢 神口意 你现在修理修理 你的嘴巴 随便说话不可以 你要加以修理修理 你身体所做的 所有一切行为 要修理修理 当然是说 心里的 所有一切妄想 要加以修理修理 就是三口意三页 以前我们没有学佛之前 是在御寺当中 在黑难蒙的不明 等你学了之后 起码都明了吧 起码你受个三规 就开始就入了佛门了 就产生明点 明白什么呢 明白过去在谜的时候 所做些一切都是错误的 因此 你才在六道轮转 你修理修理 你的神口意吧 从你受了三规开始去 不该说的话 不要说 修理修理 就是我们一个家具 一个事物 都破损了 没有想到恢复延长它的寿命 那你要修理修理 就是我们的行为 不合乎佛教授我们的要求 我们要把他们修理修理 我们修理修理 口里说很多不应该说的话伤害别人众生的话,伤害别人的话不该说。 身体所做的行为防卖别人的自由也不该做,特别是心里居心动念,都要修理修理。 个人的业不同,修理的方式、方法也不同。 还有时间、地点、条件、人事关系。 实地、四、五、十,你在修行是离不开的。 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在什么条件下,你应该如何行、如何修。 我们现在在这个法堂里头,大家学一幅法的。 当然了,现在在这个世界的心是想念三八。 看见身相。 听听啊,我跟大家说说的意思。 这个都在修行之内。 那我们要个人的业不同。 每个人所做的过去无量节所做的业不同。 那你修的方法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佛说八万四千法门呢? 有方法很多。 在过去的,我们遇到如果有人遇到三知识。 他能告诉我们方法。 他有痛。 他知道我们过去的业。 你怎么样来修这个业。 他给你一说方法,你一修就零了。 那现在我们没有这个业报了。 没有三知识。 那怎么样呢?自己摸索。 反正十二部经文啊,你去选去吧。 因此,说就分钟分排。 也就是你个人的业。 你所做的业。 就是过去我做梦。 中间断了。一短事又断了。 那你不能够长期相续。 就自己找这个方法。 找这个方法。 这都是修行。 你修行必须有个方法修行啊。 怎么学呢? 我们现在迷走。 我们想达到明本。 达到觉悟。 那你必须以着佛所教授的方法去做。 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这个力量。 没有这个力量。 我们就将佛的力量来教导加持力。 说这佛加持力。 一般的说。 修行的方法。 像我们那个法门很多了。 或者洗禅。 或者洗酒精度。 或者读诵大乘。 那你自己感觉到。 感觉到你对读诚大乘啊。 读诵。 读诵。 一天定时定刻定量。 而完了坚持不断。 不能断一天。 不能断一次。 你用什么十年八年呢? 就明了。 就是那个每一个物质沾上成垢。 你用一本水拿泡子擦一擦。 办不到的。 你得下大力量。 得摩擦把它那个勾演消掉。 这个修行就是入室。 因为我们过去的习气叶仗太厚了。 习仗太厚了。 所以就。 我们各种的方法把这个勾演啊。 把这个成垢章来把它除掉。 光明就显现。 但你随你自己过去的因缘找。 既然没有名词给你指的啊。 那你就自己摸索。 那你随你自己读诵大乘好啊。 静坐实微参禅好啊。 乃至于心的定不下来。 就粘身好。 神的心定下来。 所以这种种的方法。 就是在你要修的时候。 你自己要选择。 哪个人想适应。 听着念佛好。 你跟着大家念念佛。 念念你。 念念佛你得不到利益。 不行。 或者念击或者禅禅。 或者现在就在这个道场里头做了很多密教的事情。 是一种密宗的事情。 都可以。 都是方法问题。 方法问题。 在这个分方法的问题你在修的时候。 你会能够产生一种明点。 明。 知道这次修行对不对。 出现些个章啊。 章啊。 那你要怎么样去克服。 例如说嘛。 我们独送大成。 害病了。 你还能读送了。 如果你坚持读送。 但是你要发高烧的婚了。 你也坚持不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就会用你的心。 详续使它不多。 说你读法和经。 到时候你不能读了。 你可以念个大方瑿文合影。 可以念个庙法! 《燃法镰和经》的名词 使得详细不见得。 但是你念佛的时候。 你可以到最散烂的时候。 心里顶不下来的时候。 这是你用功夫最要紧的地方。 修行啊 要坚持 修是修理 好比一件物质了 受损失了 受坏了 你把它修理好 它还能继续享用 说你在行道当中 行的时候 一种障碍了 不能做了 在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坚持 坚持什么呢 主要是行 什么礼拜 假如说我行拜参法 拜参 修这个法门 但你病重了 不能礼拜了 你怎么办 你用心来拜 惯想拜 但是你惯想也不能惯想了 这个就靠你加持力了 你平日都送你观身菩萨 或者修的地藏法门 这是你要钻求你的上司 就是你修哪一法 就是我 上司就是你的修 修的法门 它就会来加持你 这个我实验过 我也这样行过 当你不能做事 你观想本身 所以我看我们这个功能 地藏向 电力功能地藏向 跟佛一样 是很难得的 很难得的 所以这种念观世音 观世音 你要想一想 想想 想想什么呢 为什么在法画经叫观世音 法画经普文品 观世音菩萨 什么意思 想过这个道理 不过地藏菩萨就是一个民族 地藏菩萨就是一个民族 这个含义就是什么呢 说在你自修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它是自己修 观世音菩萨